今早的AT个股推介是普拉达1913 选择原因是中国伏常有助普拉达今年步向全年复苏 第二是因为普拉达增长较同业突出 业绩公布后获多间券商上条目标价 第三是它的估值比同业低 目前的估值又吸引力 普拉达的收入主要是来自零售销售 去年全年业绩有惊喜 主要是受惠欧美等地 自去年第一季尾起陆续伏上 按固定汇率计算 欧洲和日本分别录得63%和30%增长 但日本以外的亚太区就按年收缩1.7% 不过内地自去年11月底开始 以超出市场预期的速度复上 预料将会有助今年普拉达的业务复苏 中金基于今年普拉达的业务复苏 就是将普拉达今年收入预测上条10% 去到47亿欧元 投资者不妨等普拉达回到58元 吸入第一柱 如果有机会回到55元的关口 可以买入第二柱 初步目标是65元 跌穿50元就适宜先行止� 前面试称 吴曼